来大宝宝就做了一批猫状 这期呢主要是给大家看看流沙的款式 各式各样的都是那个夏季清凉款 还是以盲袋的形式给大家 你要是拍一个的话可能是流沙的 也可能不是流沙的 然后你要是拍两个的话 就有一个是流沙的 然后最近给大家淘到了一些娃娃 这些娃娃呢就是单独的价格 然后你们拍一个和拍两个的 都不是不带娃的 盲袋的形式就是颜色款式你都不能选 你下单了之后随机发 玩的就是心跳 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去拍 就挑款式呢 就是你拆到了可能是你喜欢的 也可能是你不喜欢的 所以说介意的话一定不要拍 然后带娃娃这种单独的价格 也是随机发 每一个小娃娃都嗷嗷好看 然后到视频的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不流沙的什么样 因为前几期呢 出那种不流沙的有很多款式 这期主要给展示流沙的款式 就带着小娃娃的是真好看的 我感觉这些啊 就是无论你收入哪个颜色 你是挂在包上挂在钥匙上 它都好看 因为这些款式颜色呀 就是给大家做的比较适合夏季的 看这小娃娃还有小花的小包包的 看了这么多了有没有你喜欢呢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遍哦 拍一个的话是可能是流沙的也可能不是流沙的 拍两个的话有一个是流沙的 拍一个拍两个的都是不带娃的 拍带娃的是单独的价格 然后带娃娃的链呢 也有流沙的也有不带流沙的哦 喜欢的下方小房车直接去拍就可以哦 是不是都喜欢